好 欢迎回到新台湾行光大道 我们刚刚谈到了这次大陆的富豪这个陈光标 来到台湾来展开这个行善之旅 而也谈到了这个包括新北市议员李婉玉 他也来今天做一个这个 他捐他的薪水 要来帮这个新北市的社会局来开放一些物资 而现在这个李婉玉议员他也call in进来 他有些话想说我们请议员来跟我们来对话一下 嘿 李议员 议员你在线上吗 喂 嘿 议员你好 我在宣传听得到吗 嘿 是 可以听到 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说的是 我觉得在场的这些名嘴 就是还蛮差劲的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我不管是做什么事 我没有意图什么想要挽回我之前的过错 我之前有做错事 我也得到很严重的惩罚 那但是这个是本来就是我计划中的事 我每一年都有捐给一些慈善的机构 这是我每年例行就是会做的事 那今年我觉得说第一个月是我新科医员 我正在学习的阶段 我希望能够当机立断就是做一些回馈新北市 回馈板桥的这些事情 那因为一直以来这些社服机构 大部分他们捐赠的对象就是弱势族群 那对街友的部分是比较少人关怀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自己一点点的力量 然后抛砖引玉 为什么要把我讲成是什么 12万变成是要去买广告 或者是说我要为了要洗刷之前的任何事情 而做这样的行为 那难道我之前做错过事 所以我一辈子都不要行善吗 那请问在座的各位 好 议员那因为我们也时间有限了 就针对您现在这个部分 您希望这个名嘴先来回应一下吗 就包括您说您有谈你的用意 希望说因为你的这个薪水 其实也希望说对街友这个部分 大家比较少关注的 所以是今天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也是有您的用意在 好那要不要请文佳来谈一下说 这个议员他其实他自己还有一些这个 他的自我解释我尊重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善心 不用开记者会 不用大仗证 甚至你也不用call in 社会自有公平 善心不在于金钱多寡 是在于他长期的持续性 是在于他真的默默 那个默默是一种什么 真正诚心诚意的展现 一旦透过大众传播系统的转播 我觉得他就有商业动机 就有政治动机 你说这是我的偏见也好 但这是我长期观察 政治人物的一个心得 对 主持人 我佛心来了 我把这个李婉玉跟蔡英文 以及胡志祥放同一个平台 这三个人为什么放同一个平台 这三个人最近都说他们有捐公益 蔡英文跟胡志祥都说捐18% 李婉玉小姐当时讲说 他每年都有捐 非常佩服 那请一样的标准 请公布单据 好那议员呢 您现在还在线上吗 议员 我在线上 议员那其实 针对您这个动作啦 其实刚刚就是在现场 也有一些人还是执意说 其实并有必要来召开记者会 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您自己怎么回应呢 议员 我再三的强调 就是我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希望达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因为确实现在物资是缺乏的 我们问过这个社会福利局 确实现在就是很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以身作德 我把我所有的薪水都捐出来 包括之前受争议的 这所谓的年终的部分 那我觉得我是行善 再怎么样我是出于善意 我完全没有什么什么 要买广告的意思或者是什么 因为花了这12万 我就要洗刷我之前的过错 我觉得讲这样子的话的人 真的是太不厚道了 所以我今天我就是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我常常看到你们在 call in节目胡乱的批评我 好 议员也谢谢 谢谢您今天call in进来 所以我们今天也知道您的用意 你也希望说 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 不过呢 今天有很多的这样的行善的方式 其实今天这个现场 也是有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讨论 好 这之后还没有人想要来看 对不起 你的干净 对不起 你的干净 如果没有成光标 到底会不会有这12万 我还是存 不会啦 就是我看到他 他没想到